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第二位参赛小选手 希希 欢迎第三位参赛小选手 龙龙 下面就请三位小朋友就位吧 好的 三位选手已经就位了 在比赛开始之前 先说明规则 首先我们要学习一首古诗 学完之后我就会向你们提三个问题 让你们抢答 在每道题抢答之前都会有三秒钟的考虑时间 然后你们谁想回答问题就赶快按下面前的抢答器 速度最快的那个人才能获得回答问题的机会哦 答对一题得一分 答错不得分 不过要受到一个小小的惩罚 游戏结束时 谁得到分数最多 谁就获胜并得到我们准备的奖品 大家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 好 笑 明时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首诗是唐代诗人李白的作品 早发白地成 早发白地成 唐 李白 早发白地成 彩云间 千里将领 一日还 两岸原生 停不住 青州已过 万重山 这是唐代诗人李白写的一首七艳之剧 是李白诗作中流传最广的名片之一 白地成 已旨在经重庆市凤济县以东的白地山上 当时 唐朝处于安氏之乱时期 有王李林奉唐玄宗之名平定判断 他知道李白的名气很大 连续三次派人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 谁知道李林心怀不轨 有谋反的意图 不久后 李林兵败 李白也被流放夜郎 当李白到了白地成的时候 收到了赦免的消息 不禁惊喜交加 在回归的路上 写下这首 《早发白地成》 这首诗是写紧的 描写了 紫白地至江陵一段 水及流速 船行若飞的情境 清早 我乘坐以夜偏周 告别了耸立在彩云之间的白地成 城中回江陵 江陵远在千里之外 不过 江水湍急 水势如泻 顺流而下 传速非常快 只需一天 就可以到达 船在江面上行驶 长江两岸是连绵不尽的高山 山上时不时 传来原类的号叫 还没回过神来 小船已经越过了很多座高山啊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首诗 我们要抓住几个关键字词 细细体会 例如首句的《彩云间》三字 描写白地成地势之高 第二句的千里和一日用得非常好 千里说明了路途的遥远 一日是一天的意思 一日还 是用夸张手法 即写船行速度之快 和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 提不住的意思 就是叫个不停 远不可能一直叫 总要休息的 这就形容船行速度之快 半虫山 指两岸的无数座山 你写出了传行的很快 这样诗人愉快的心情 也就自然而然地 绕线出来了 从上面的分析中 我们不难看出 这首明天佳作 充满了夸张和奇想 写得流利飘逸 惊世骇俗 美轮美奂 但又不刻意雕琢 随心所欲 自然天成 全诗写请抒情 写的是清洁明快的风景 书的是轻快愉悦的心情 此诗的妙处在于 诗句中虽然不着一个喜字 而处处体现出诗人 欢快的心情 并且用了尖 玩 山 做韵脚 如来是那样的悠扬 轻快 使人 百毒 补厌 小朋友们 朗读也是学习诗歌的重要部分 我们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 要有愉快之情 激动之情 节奏要轻快 声音要洪亮 具体来说 踩云间 语调要升高 读出高耸入云的气势 江陵 读得略托 一日 读得重一些 声 要读托颖 提不住 语调上扬 最后一句软为平换 乙和万字 音要略严惩 从而读出诗句的音韵美和节奏感 下面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诗吧 早发白地成 唐 李白 朝词白地 彩云间 千里江陵 一日还 两岸原声 提不住 心中已过 万通山 好了 小朋友们 这首诗我们学习完了 下面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 我要提问题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一个问题是 早发白地成的作者是谁呢 早发白地成的作者是李白 这个 这个我也知道 下次一定有你 第一个问题 希希回答正确得了一分 其他的小朋友要努力哦 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这首诗中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呢 小意思吗 笔句 哇 好可惜 莺莺回答错了 不得分 这首诗啊 主要用到夸张的修辞手法 千里远的江陵 几天就到了 并且一会儿功夫 船就穿过了万座山 这都是夸张的说法 来形容船行得很快 小朋友们 明白了吗 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 这首诗中表现了诗人什么样的心情呢 表现了诗人高兴愉快的心情 希希回答正确得一分 这是一首写井抒情的诗 通过写清快明朗的风景 来抒发诗人愉悦之情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最后结果吧 哇 希希小朋友夺分最高 我宣布这次比赛的冠军就是 希希 希望小朋友不要去你了 好好学习 争取下次有更好的表现 不爱学诗词到这里就要结束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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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